大家都知道,赵丽颖出身在农村,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本科班毕业,在2006年因参加雅虎搜星比赛后,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,并在冯小刚导演组获得冠军,之后便开始进入娱乐圈发展。 不过,这演艺生涯并不是那么好走,十年的跑龙套生涯终究让影宝等到机会爆红,不得不说,赵丽颖还是蛮幸运的,位于正导演看中出演陆珍传奇的女主,结果一炮而红,很快就有自己的知名度。 对于赵丽颖的演技,大家也是不用质疑的,一直以来,赵丽颖都有收拾小天后的称号,不管是在哪部影视剧,精湛的演技总是让人过目不忘,给人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。 当然了,赵丽颖虽然说不算是那种超级美的,但长相也不错,不过,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,总是能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。 索穿的衣服有最便宜的,就是几十到几千,甚至有些用过的东西会反复使用,就拿索穿的鞋子来说,就曾多次在活动上见过。 难道是因为赵丽颖没钱,才这么节俭的?事实并非如此,赵丽颖作为公认的光明甜心,乖巧甜美的形象,还是让不少人羡慕嫉妒,人生的传奇更是深受观众喜爱。 就在2016年80后的富豪排行榜中,赵丽颖就以3.9亿收入位居第十,简直就是女富豪一枚啊。 很显然,赵丽颖的收入是非常高的,但赵丽颖却是个最不会乱花钱的人,不是说什么吝嗣,而是节俭。 这和豪门阔泰郭京京有的一比了,自从郭京京嫁入豪门之后,给我们的印象,永远都是牛仔裤加短袖,就连投市都是便宜的投绳。 更别说那些名贵的包包,即便是坐飞机到其他地方拍戏,也是选择经济舱,跟其他人一起排队等候,不得不说赢保真的抄接地气。 那么,赵丽颖省下来的钱都花到哪去了呢?原来,赵丽颖是个非常喜欢做慈善事业的女星,之前在巴沙慈善晚上会场,就一举捐了70万元。 没错,就是这么多,眼睛都不眨一下的,出手很阔绰,比铁公鸡临心如意毛不拔要强得多。 另外,捐完钱的赵丽颖在拍壳照的时候,也是在一边的角落,显得很低调。 这样的女星,谁能不喜欢呢?在圈中,能够跟赵丽颖一样热衷慈善事业的人,同时还能将自身勤俭节约的传统观念继承下来,这样的女艺人真的不多了。 而现在的赵丽颖依旧是曲线优美,具好友陈伟霆在节目爆料,她除了日常锻炼外,平时也常做蓝餐古来喝。 在网上看到的法子,羡慕她的火辣身姿,跟着做了十几天,小肚子已经没了,这么美美搭的银宝,观众不喜欢才怪。 另外,虽然说赵丽颖现在是圈中女星的大腕,但从不会可以刷大牌,为新花蛋也是超级的宠意的。 就拿关晓彤来说吧,赵丽颖对她可是好到不行,两人私下的感情也是好到不行,据说关晓彤也一直称赵丽颖为美女姐姐,嘴巴可甜了。 此外,赵丽颖还出钱给家乡修建新路,也一直都没跟任何人说过。